据媒体报道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曾提议 让渡边直美在开幕式上打扮成猪表演节目 一边在笼子里叫一边从天而降 取笼子里的猪和奥林匹克的谐音 对此报道 渡边直美通过所属事务所基本新页进行回应 她表示的确曾经接到过奥运会开幕式的邀请 但由于奥运延期 就听说邀请也取消 此后就不知情了 报道所提及的内容也跟当初邀请她时所说的不同 渡边直美也表示知道自己块头很大 她也是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在进行演艺工作 但她认为自己能有这个体型也很幸福 同时渡边直美也表示 希望大家能尊重彼此的个性与想法互相认可 共同创造一个快乐的世界